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要讲的是论工业党人的修养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工业党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有些人可能还需要我介绍一下 工业党这个名词呢 它最早出现是2011年 王晓东他在一篇博客的文章叫做 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 坚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 这里一下出现了两个名词 一个叫工业党 一个叫情怀党 那么工业党呢 它的关键就是认为 中国的命运是由工业化的决定的 所以这个叫工业党 情怀党是什么呢 情怀党就是说 首先你不管要做什么事 先去学习美国欧洲 把他们的政治制度学到 然后再去看其他的事 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所以王晓东认为这是一个对决 提出这个事呢 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是左下角这张图片 这个是歼20战斗机 是2011年1月11日 这个歼20战斗机公布出来 这个是对我们工业党 都是一个很振奋的事情 当时呢 王晓东就提出了这个名词 自从2011年以后 每年中国都会公布很多 像航母啊 这个大飞机啊 这些很硬核的 军工啊 基建啊 产业方面的工业化成就 比如说中间 这个是中国的 在世界上都是非常 说得出去的这个高速铁路网 2020年到现在也就是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那么在5G呢 它现在也是一个中美贸易战斗争 也是一个关键的 这些工业化成就不断涌现 是2011年以后出现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 工业党群体或者工业党理论 就是2011年之后 不断地涌现装扎的呢 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呢 是这样总结的 工业党出现 它的分界点应该是2000年 在2000年之前呢 也不是说 没有做什么事 我们看这个 左下角这张图 这个是何欣的一篇文章 一个书叫做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这是何欣和西方记者的对话 是1991年的对话 后来他出了一本书 这个呢对很多年轻学子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他对中国的学子们 进行了文化警示 就是说要对西方的一些理论 无论是经济理论 政治理论要提出警惕 但是呢 何欣呢 他没有说是对中国的工业化 做出非常深入的总结 以何欣为代表的 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学者们呢 他们对西方思潮进行了反思 这个为工业党理论的提出 做出了准备 那么真正工业党理论 比较成型的呢 是2003年到2006年 这个中间这本书呢 叫做刷盘子 还是读书 这个当时是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他在2005年出了一本书 作者叫愚蠢小猪 这是他的笔名 他的真名是钟庆 我和钟庆还聊过很长时间 那么右下角这本书 叫曾经说 中国的官办经济 这本书出来是2016年出来的 但是其中的主要的文章 是在2003到2006年写出来的 通过以钟庆和我自己写的 这些两本书 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作者的贡献呢 可以说工业党系统地提出了 中国工业化发展路线 这个时候工业党理论 早在2006年就可以说初步成型了 2008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地震 文川地震 旧灾 旧灾呢 这个体现出中国的国力 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都会没有想到 自己都没有想到 为什么地震旧灾可以搞成 这样万众团结一新 这个国力也很 旧灾旧得很及时 而且对北京奥运会来说 大家也是很振奋的 这个开幕式做得非常的好 整个奥运会到现在也 还是办得成了一个标杆了 别的奥运会都办不 没有不可能办到 北京奥运会这个水平了 同时当年 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 发生了西方金融危机 又是显得这个西方资本主义 碰上了根本的矛盾 中国经济真正地开始崛起了 照我自己的观感的话 就是说这个工业党应该是 我们当时不叫工业党 但是我说我们这帮 这些人的话 提出的理论应该是会胜利了 应该会影响力大增了 但是实际上当时发生了一个事 就是IT和移动互联网又崛起了 当时我们 比如说我写文章的时候 会发表在论坛上面 论坛它是属于比较早的 这种互联网的媒体 那么以后发生了移动互联网 大家就改用微博 微信 这些媒体 这个媒体一开始在上面变成大V的 这就是属于之前王晓东说的秦淮党 秦淮党是先在新的移动互联网上崛起了 我这把它叫做公知的崛起 但是我们工业党人也没有落后说 也慢慢跟上形式了 比如说自己开设微博账号 开设微信的公众号账号 也是和公知们 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进行讨论 比如说动车事故 也是2011年发生的 当时很多公知就攻击中国的高铁 怎么怎么不行 也有很多人出来进行反驳 在这个通过不断地正面交锋呢 工业党是不断地取得了上力 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公知的势头是往下走的 这是从这个发展历程上来看 但是工业党人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呢 实际上是一直不存在的 我们认为 真正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工业党这个名词是2018年 就是左边这本书 这本杂志叫东方学刊 而且它是在创刊号上 由卢南风和吴静这两人 他们在东方学刊上 发表了一个研究工业党的文章 叫做《历史转值中的宏大叙事》 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 这个文章真正把工业党 作为一个名词提出来了 在正式的这个学术刊号上 卢南风是一个硕士生 吴静是他的导师 这两位呢我都聊过 他们两人是不是工业党 他们两人是从这个文化角度来分析的 所以我说说 虽然他们在正式开户上 学术开户上 发表了关于工业党的研究 但是他们是一个外部研究 所以研究说 我们碰到的这些工业党人 他表现出来是如何的 有些人可能会就说 从他的外部表现来说 工业党表现出来说 他们是不是就是 一种叫做网络民族主义的 就是因为西方对我们攻击 我们要反击 西方对我们进行舆论打压 所以我们要反击 还有一些自由派 这个工之大V 对我们的体制进行攻击 对国家进行攻击 那么我们就要反对他 我做自己总结 工业党呢 你可能是做了这些事 这个叫你的姿态倾向 人都有自己的姿态倾向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你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姿态 是因为我们有工业党人的修养 这些修养可以 不是说你平时是爱护老人 照顾小孩 这不是这些修养 或者是共产党人的修养 这个要服从组织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的修养是 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时候 有一套特别的思维方法 今天我就主要把这个思维方法介绍一下 那么工业党的思维的基础 我把这个第二节叫做思维的基础 最重要的基础 我认为 就是要对数据和事实的重视 我们工业党呢 不是说 基于一些这个语言 去说事 你要有数据 要有事实 我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去介绍 我这里面有很多案例 我一个个介绍 第一个案例 是2002年 台湾媒体报道 根据这个经济学家 叫Frank R. Gunter 这是一个外国人 他在台湾媒体报道 他引用了这个Gunter的文章 说1997年到2001年 中国的资本外逃 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 那么 左边这张图 他说的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说 人们一般对资本外逃的理解 就是一个腐败分子 一个贪官 他贪负了很多钱 然后逃到美国去了 他同时也带走了很多资金 这个叫做资本外逃 那当时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还不是太 不像现在这样 规模这么大 如果真的是每年 逃走1000亿美元 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当时呢 我是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 当时我就去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但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我个人很大的事情就是 我发现你可以去 查找这个资本外逃的相关论文来看 这个对我个人来说是石破天津的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的话 如果你想去看其他专业的文章 你会发现是有门槛的 你可能比如说 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 你想去看懂物理学科的文章 很可能看不懂 但是呢 我发现如果你去找 至少是找当时和资本外逃相关的文章呢 第一个 你是可以找来的 因为什么 这里说了 1998年9月 谷歌公司创办了 百度呢 在2000年1月创办 当时呢 网上就已经有不少资料 你是可以通过搜索 去搜索到的 这个弗兰卡尔 刚特这个人的文章呢 我就找到了 然后找到了 你打开来自己一看 可以发现 他是能看懂的 这个弗兰卡尔刚特这个人呢 他确实是个专家学者 实际上他 在2017年还发表了一篇 关于中国资本外逃的文章 就是我在下面列的这个文献 是他把中国 1984年到2014年的资本外逃情况 都说清楚了 都是总结了一下 最新的结论是 2014年 中国就都有 4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了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 是他在2002年的文章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 弗兰卡尔刚特 他这个 关于资本外逃 他是如何推出 中国一年外逃 是1000亿美元的呢 我都发现是 非常简单的一个算式 一个横等式 我就说 如果一个国家 没有发生资本外逃 那么他 应该有一个 理想情况下的横等式 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呢 挣了顺差 就是你通过贸易顺差 那么做贸易 有逆差 有顺差 对中国来说是顺差 然后呢 第二项叫FDI 就是外资 来中国投资了 也会带进一些资金 另外一种呢 你可以去找其他国家 或者国际组织借债 这个叫做新增外债 通过这三项 就可以在自己的 外汇储备里头增加 如果在理想情况下 这三个素质 加起来就是等于 外汇储备的增加额 像我们看这个 右下角这张图 1997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 是1390多亿 到1998年 变成1400多亿 多一点 所以只增加了 几十亿美元 但是呢 在1998年 我们的顺差有300多亿 FDI400多亿 新增外债又150多亿 加起来的话 应该是800多亿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增加值 达不到预期 那么 计算机 就是说肯定发生了 资本外逃 两个数一减 就是8144美元 就是 刚才得出这个数值 他大约就是说 你只要这么简单的 找这么几个简单的数据 就可以推出一个 资本外逃的数据 没有多难 真的很容易看懂 但是呢 这是最基本的资本外逃 虽然说8144美元很吓人 但是呢 是不是还可以 把它再估得高一点呢 我们发现呢 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我们假设外商啊 来中国投资的外商 它没有用一些手法 转移利润 比如说我外商 要转移利润是什么 最简单就是 我零部件进口的时候 我报个高价 然后我出口到 我的关系户的时候 我给个低价 这样在中国的企业 就等于没有利润了 通过这种转移利润的方法呢 它就在中国 就是税收交得很少 中国外汇储备呢 本来能够增加更多 但是 因为他们外商转移利润了 以至于没增加多少 这样估算的 一年的外套数值 可以从之前 刚特估计的 1000亿美元 上升到3000亿美元 甚至于 比如说4年 1997到2011年 能够估到上万亿美元 这都是在论文里 出现过的 不是说一个人写 有很多人研究 中国的这个外套 当时说一年 估算能有3000亿美元外套的 有这样的文章 您能看下面这张图 中国一年GDP 在1999年 1998年 才超过一万亿美元 你要是一年外套3000亿美元 四年外套一万亿美元 这个国家应该是 会遭到非常惨重的打击 所以当时呢 学者们研究 以及媒体对此宣传 都是为了造成这样一个印象 中国的资本外套 对中国的前途 打击会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 我当时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事呢 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的 和我个人的直觉不同 你要说 一个一万亿美元GDP的国家 有3000亿美元外套 或者说少一点 1000亿美元外套 都应该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 但是为什么我好像 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呢 那么它到底 它出现的毛病在哪呢 我通过我看论文的研究呢 可以看出来 第一点 实际上呢 它刚刚算了 就是外汇储备没有增加 所以它以为是逃走了 但实际呢 它可能没有逃走 它可能是 比如说有些企业呢 或者个人 我手里拿着外汇 我不换汇 我自己手里拿着 那我没有进入国家的 外汇储备的那些数据里边 所以呢 你外汇储备少增了 但是你看2002年以后 这个数据啊 从4000多亿美元 到2008年 一下就变成 19000多亿美元了 这个为什么增加得这么快呢 这就是因为以前 你不换汇 你导致外汇储备增长很慢 你现在你选择换汇呢 你会导致外汇储备增长很快 所以说这些钱呢 其实还在中国的企业 以个人手里 并没有真正地逃走 那么第二点 它当初夸大说 外商应该去给中国 老老实实交很多税 给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个2000亿 一年能够增加那么多外汇储备 但是这种事 在任何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吗 没有任何一个外商 会到一个国家去 老老实实地做生意 给你这个国家 没有多少技术的国家 给你大头的利润 放在你这个只做组装 出口加工的国家了 肯定是会转移利润的 所以说 外商不是活雷锋 也不能够要求外商 当活雷锋 它转移利润呢 它是一个常态 即使这样 你还是应该把外商 请进来做投资 即使它转移利润了 也能接受 来投资就是好事 那么真正危害大的呢 确实有 就是腐败分子外逃 那个呢 有时候如果你不去进行数据分析 你会觉得 也许说 1998年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腐败分子 把一千亿美元都 搞到美国去了 搞到欧洲去了 但是你通过计算 你就会发现 那个数量级规模呢 基本上就在百亿美元 不可能是千亿美元 所以远远少于 这个每年千亿美元的数据 通过研究论文才会发现 所谓的每年外逃千亿美元 都是算出来的 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所以说 你分析以后就会看出来 当时台湾媒体渲染了 中国因为每年 豪达一千亿美元的外逃 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什么 这都是不成立的 这是第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就是我通过研究论文 可以反驳 媒体上的某些错误的数据结论 这个呢 你要去重视这个数据和现象 重视呢 不仅是去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 还可以去研究这个来源是什么 这是我的第一个经验 那么第二点呢 我认为是更关键的 我们看见很多数据呢 往往会被权威所吓到 你就不敢怀疑他了 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怀疑精神 在理工科呢 这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理工科说 我们要怀疑以前的理论 最高端的怀疑精神 就是爱因斯坦挑战牛顿的时空观 牛顿的那个绝对时空观 爱因斯坦说 我要怀疑你 我要去搞一个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但是这种怀疑精神呢 它是太高端了 一般人肯定都理解不了的 如果一般人去搞这种 理工科的怀疑精神呢 很容易变成这个民间科学家 比如现在就有很多人来挑战 相对论 说我要去怀疑爱因斯坦 这就变成了民科了 但是我的经验是 在人文社科领域呢 有很多看上去权威的机构和人士呢 发布一些数据报告理论 但其实是很可疑的 是可以 真的可以去质疑的 而且可以提出绝对的证据 推翻 他们这些东西 这些发布的数据报告理论 就确实是不太对劲 我这里提个案例 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 影响很大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 波士顿咨询提出来 就叫做BCG 波士顿conservant group 这个BCG呢是业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咨询机构 它在2014年发布了一个 叫制造业成本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的是 美国的制造业成本 只比中国高 5% 如果你在美国制造一个东西 需要1美元 那么在中国还需要0.96美元 不便宜多少 我这个右下角 这个呢是中金公司的一个报告 这个中金公司是去研究中国制造的 他引用了这个BCG的这个研究 他说这个中国制造的成本 确实跟美国差不多了 所以中国制造要警醒 中金呢只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引用BCG这个报告的铺天盖地 媒体里头报告里头到处都是 但是我对这个报告是怀疑的 我认为这个 中国制造成本不应该 只比美国低这么一点点 这个不对 所以呢 我去研究了一下 怎么研究的 你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上面写的是 整个BCG制造成本的计算方法 他把它整个计算方法 在这个网站上列出来了 当然它是英文的 你需要去看英文 那么我把这个计算方法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美国 为什么美国1美元 中国是0.96美元 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可以看一个等式 就是右边这个等式 美国的18.2加1.1加1.5加79.2 等于100 这个式子是说 美国它的制造业 基准是100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国家 会每一项和美国对比 比如说劳动力 中国成本 美国是18.2 这个是比较高 中国的劳动力 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呢 成本是10.2 然后呢 中国电力成本比美国要 高一点 1.8比1.1 但是呢 中国因为天然气资源 不如美国这样丰富 所以中国的天然气成本 是4.4 比美国的1.5 要高很多倍 其他成本呢 这个两个 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把 这个四个项加起来 就等于是说 制造一个东西 假设美国是用 100的成本去制造的话 中国把这 10.2加1.8加4.4 再加上79.2 就会用95.6的 成本去制造出来 也就是说 中国的指数是95.6 那么95.6 约等于96 所以说 中国的制造成本是96 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就是 美国制造 用1美元的成本 那中国是0.96美元的 这就是计算过程 就这么简单 那么大家来看看 这个过程 好像也不难理解 但是它的 它的毛病在哪 我解释一下 这个制造成本的最大的问题 在哪呢 它的四个项 劳动力 电力 天然气 这三个东西呢 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 但是这BCG 用了一个很不好的假设 它说所有的 所有国家的其他成本 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一个绝对最大头 等于79.2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 天然气 劳力 电力 都不要钱 你的成本也需要79.2 也只比美国低20% 那你听上去 好像不要钱的国家 和美国制造成本 也差不多 所以说 它当初制造出这么一个指数 就是为了形成 美国的成本 没多高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有一个79.2的 一个所有国家 一样的成本 在垫底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 2004年的这个数据 2004年的数据 它也是一样的计算方法 中国的制造成本 是86.5 比美国低14% 这个听上去也不低多少 但是你看实际 你排掉那个79.2 你看看中国的 劳动力电力加天然气 加起来是7.3 而美国的 劳动力电力天然气 加起来是20.8 这三项 中国7.3 只是20.8的 约三分之一 所以2004年 中国的制造成本 是比美国 要低非常多的 但当然媒体上 没有去说 2004年中国制造成本 都说的是 2014年制造成本 中国和美国接近了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 这个2014年的 这个成本 有没有问题 2014年 美国的是100 就是1美元 我们是0.96美元 它是怎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 中国的成本 确实大幅上升了 中国的制造成本呢 劳动力10.2 电力天然气 升到了16.4 刚才我们记住 刚才我们看一下 是7.3 现在升到了16.4 所以呢 和美国的差距 原先只有三分之一的 现在16.4 变到了20.8的 80% 这个成本大幅上升 也上升得很厉害 但这里有一个障眼法 BCG又玩了一个障眼法 就是 它这个赤子 实际上假设 就是你去制造 一个东西呢 你需要用 其他成本 这不说了 你需要用 18.2的这个 劳动力成本 1.1的 电力成本 1.5的 天然气成本 对美国自己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对中国 你会发现 你去开一个工厂 制造一个东西 用的 这个劳动力成本 10.2 然后 电力成本1.8 好像还正常 难道天然气成本 会4.4 相当于你的 劳动力成本的 一小半 这是有这样的 中国制造企业 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 不可能这样的 你觉得天然气贵 你就不用呗 用煤呗 所以说 这种假设 是属于 就美国假设 有一个很傻的 中国制造企业 然后再去跟它比 这个制造业成本 所以这种比法 是绝对不对的 所以说 我这篇揭发的文章 是2015年 8月写出来的 当时也得到了 很多媒体的转载 但是它原来 那个文章影响力 还是太大了 所以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媒体 在说 中国制造业成本 和美国差不多了 所以这变成了一种斗争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 和 这回呢 这个机构呢 是世界经济论坛 叫 Water Economy Foreign 我们简称WF 这个事儿呢 是发生在2006年 它每年会 WF会公布一个 全球竞争力报告 2006年底 它会公布一个 2006年到2007年的 竞争力 全球竞争力 当年 就是中国全球竞争力 排名54 比印度的43名 还差很多 下面这张图呢 是中国历年的排名 历年的中国 就是2006年底 这个54是最低的 它之后好了点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就觉得 你为什么中国的 全球竞争力 会比印度还低这么多名呢 当时也是 很多媒体报道 中国竞争力大幅下滑 低于印度了 要警惕 印度追上来了 但其实呢 我早在2005年 就写文章 分析了这个现象 然后我在2006年初 写了一篇文章 分析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 这个全球竞争力报告 这个中间呢 是我在2006年写的文章 这里解释了 我预测了 这个印度排名 会超过中国 当时这个 因为印度排名呢 是 已经是50名 比中国49就第一位 那你再转一年 变到比中国再高的话 绝对很正常的一个事 而且当时是因为 国际上呢 有一个看法 就是看不惯中国的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成果还不错 但是做事的方法绝对不行 印度很受他们的欣赏 所以呢 这个 世界经济论坛的专家们 会想办法把印度 排到中国前面去 所以这个是可以预期到的 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把中国排名 搞那么低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又是可以把 四行的报告找出来的 这个报告都是有原文的 在互联网时代 都可以把原文找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全球竞争力指标呢 它又是几个项目 加一块 然后加全平均的 我这里简单地用加代表 它这个全球竞争力指标 它由三个重要的东西决定 一个叫宏观经济表现 就是你这个国家 这个GDP如何 经济增长力如何 然后第二个叫政府部门数字 这个是一个主观打分 大家觉得你这个政府 靠不靠谱 第三个也是一个指标 叫做 它原文叫做 Technical Readiness 叫做科技准备度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技术 技术指标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技术 如何 技术越发达当然越好了 我在2005年分析的文章的时候 是对2002到2003年的 这个中国排名进行了分析 当然每一年的情况都差不多的 它的报告每一年都是超上一年的 稍微有点小改动 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 是非常好的 因为年年都是 那时候年年增长率百分之十几 肯定是世界第一的 而且还低通上 而且外国FDI 都一直进来投资 持续进来投资 这个表现是没法黑的 但政府部门数字呢 排到全球的38名呢 这个 说实在有点一般 因为中国有些地方的政府呢 很不错 它服务经济服务得很好 但是也有些落后的地方政府 所以说你说不清楚 到底排38好不好 说不清楚 还可以接受吧 但最无法接受的就是技术指标 中国只排在63名 而且排在中国前面的有 比如我这列了一堆国家 突尼斯 毛里丘斯 特里尼达和多巴格 巴拿马 摩洛哥 博兹瓦那 纳米比亚 这些是比较小的国家 他们都比中国的63名 要排名要前 也有一些稍大一点的国家 比如说泰国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阿根廷 他们 也是发展中国家 如果你看平常的印象 不太可能觉得 这些国家的科技实力超过中国 但是它在排名中 就是比中国要高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又是有一个指标在这 有个算式在这 技术指标等于两个大项 一个是在美国的专利数 而且每一百万人在美国专利数 第二个是叫信息与通信技术赤足数 还有一堆别的 但别的权重比较低 我这就不列了 那么百万人口 美国专利数 就是说你这个申请专利 不能在中国申请 在中国申请不管用 要到美国去申请才管用 那么中国呢 因为当时一些企业 比如说你自己搞国防科研 有成就 你不可能到美国去申请专利的 而且当时的企业 也不太可能有出海申请专利的意识 所以申请的专利非常少 平均的和百万人口的专利数 才0.15 你像美国的话都300多 这差距太大了 台湾都有240多 这个就是中国在专利数上吃的太大亏了 这只是因为中国没申请专利 另外一个呢 更加不太好的 就是通信与 这个信息与通信技术赤足数 它占了权重一半 它非常非常重要 你如果这个指数不行的话 那就很糟糕了 但是呢 我们平常看见中国 你要说信息与通信技术 那肯定是优势行业 有中心 这个不太可能是在国际上落后的一个行业 但是呢 它看的指标是什么 是叫做百万人口的手机 电脑 上网 电话 这些应用型的指标 研发根本不快 它就看你每百万人口 有多少手机 有多少电脑 然后你的政府呢 上网是不是建了一个网页 在那什么的 这些评估呢 所以 中国这些研发企业 你对中国的技术排名呢 作用不是太大 如果这些 比如说华为到外国 到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博子瓦那这种国家 做一个生意 给人家建一个什么三级网络 四级网络 那个小国的指标 马上蹭蹭蹭就往上涨了 排名就超过中国了 所以 反而是中国的研发 对中国自己的排名不大 和小国做生意 小国的技术指标 蹭蹭蹭就超过中国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看到这个排名以后呢 就可以说 对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 这个报告啊 要小心 不要是因为他说 中国这个竞争力不行 就失去信心 看了以后 反而就明白 这里头是什么窍门了 是怎么通过什么样的 这个trick 这个小技术 把中国的排名给他压下去的 那么 之前呢是 说中国不如一堆小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 到2006到2017年 排名低于印度呢 这里有时候有个最 最不可忍受的 就是一个 VF他自相矛盾 到了顶点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这年中国的2006年 中国的宏观经济评分 是历年最好的 就是排到了世界第六 指标都一片辉煌 排第六 但是呢 微观企业和政府运作 专家们又特别不喜欢 他这个排名又跌到了谷底 所以就说 你看这个机构运作环境 排名从60 惨跌20名跌到80去了 所以这两个对比 就是 等于就是 这个世行报告在说 中国这个 微观经济 越来越差的低手 做出来的业绩是什么呢 是宏观经济 越来越好的高手 这是一个 您这说不过去的 是吧 就我们 我这分析出来了 其实 VF的专家 自己也能看出来 这个实在说不过去 每年再这么说的话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自己的声誉得受损了 所以呢 我在2006年写文章 回顾的时候就说了 因为 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 所以呢 VF有可能会提高中国的排名 给这个下滑趋势 带上个句号 你看这个 左下角这个图 中国的排名确实大幅上升了 那就是因为 这些世行的专家 这个VF的专家呢 把这个计算方法改了 把中国的排名终于往上提了 而且不是这个VF先做的 是有另外一个机构 叫做IMD 瑞士经济管理学院做的 因为他们也是有竞争关系的 不是说你 你一个进的黑中国 别人不黑中国呢 最终还是得跟上现实 所以说 要去分析 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 它虽然名气很大 还是要敢于怀疑它 我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就是 一个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它说的是 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2016年排第90位 和蒙古差不多 90位在中博流秋了 就是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但是我这篇文章写了 写了一篇文章出来 但是因为时间所限了 我可以简单出来的结论 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 成年人受的教育太少了 成年人受的教育只有7.5年 平均初中没有毕业 这个在联合国的报告里边 拖累了排名 以至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但是你看清楚 它的进程方法以后 就会安心多了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去年底发生的 这个也还是刚刚那个web 世界经济论坛 它又出了一个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2018年中国排名 产跌到103名 一共就149个国家参与平 那中国好惨 但是呢 这个不是我去分析出来的 是复旦大学一个学生 在联合国实习的一个学生 他把这个揭发出来了 是因为联合国用错了一个 报告用错了一个数据 他把这个女生和男生入学历 比如47.1 加52.9 这加起来不就是等于100%吗 那其实是说的 学校的这个男生和女生比例 联合国把它弄成了 女生只有47%的女生上学 这个就太离谱了 所以即使是联合国的报告 也可能犯一些非常离谱的错误 要敢于大胆怀疑它 可以说因为我们工业党 多年来就一直坚持分析 各种可疑的报告 所以我相信 即使西方机构 不断地发布各种所谓的权威报告 它在中国的影响力 只要你是有错的 肯定会被揪出来 这是我们工业党取得的一个成就 那么第三点又是 我认为是最关键的 对工业党来说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 工业党其实不是说 我在研究什么数理化这些东西 那都不能叫工业党 工业党研究的问题 是人文社科 比如说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 国家怎么发展 这些都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 我们去看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 就会发现很多人文社科 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 怎么说都行 你只要说我想唱衰谁 或者想唱好谁 只要选定了立场 一定可以自圆其说 振振有词 说的简直就是天衣无缝似的 你自己说一直往下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在你的话语体系里头 引入一些什么以偏盖全的 定义模糊 把这些 只要你敢引入错误 就能推出你想要的结论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 人类的语言是无敌的 这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狡辩 所以说 我这一个案例就是 中国崩溃类 这个张家敦 他2011年 2001年 他就提出了中国即将崩溃 这么一个书 李登辉还给他写了一个序 说这个好啊 但是 张家敦应该失败了吧 对吧 但是你看他到2014年 这第二张图 旅败旅战 张家敦连续第14年预测 中国经济崩溃 然后这个第三张图呢 是2016年 他又预测中国经济崩溃 他真的是每年都提出来 中国经济崩溃了 那我们推出的结论是 张家敦应该是一个潜伏的同志 你不能有其他结论了 那么既然一个人在 选定了一个立场以后 他就可以往下胡说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想问题 因为我们去分析问题的时候呢 会碰到很多复杂的数据 现象 你可以选一些对自己 觉得听得进去的在那说 不行 最好是抓住里面的关键因素 抓住主要逻辑 这样才能找到符合现实的立场和方向 然后呢 要去除非关键的因素的影响 这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方法 我举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 我刚之前说的一本书 就是刷盘子和读书 就是中庆写的 他和我在2004年底 2005年初 进行了30个回合的争论 这个争论的主要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到底是会导致一个好的结果 还是坏的结果 这里呢 虞存小猪 中庆的结论是中国会 经济会崩溃 因为 它这里列了一些这个理由 2004年中国虽然外汇储被增加了1000亿 但是呢 资金涌向房地产 房地产繁荣 背离居民购买力 虚拟经济 这个利润速度比投资半场快 所以呢 大家就去搞新移经济了 所以呢 我们又不得不依赖外资 所以要开放 向外资开放 WTO这个规定了 中国必须把银行和保险业向外资开放 所以中国经济会变成依附外资的一个经济 然后到2009年 他预测说 中国的外汇储备会出现雪崩 这是他的预测 在那个卢南峰说 写的那个总结公共产党的那个文章 这个学术文章里头 他把这个争论 说成是工业党不同支流的争论 鱼城小猪的这个观点叫做激干工业党 就是说中国要重视激干工业 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做得不好 激干工业崩溃了 所以中国要崩溃 而我呢 他把这个 卢南峰把我总结叫做经济工业党 是说中国的经济是 道路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 当然现在你回头看 这个中庆的预测肯定是错了 2009年中国并没有崩溃 而且外汇储备肯定没有雪崩 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要去预测中国的外汇储备 到底是会增长还是爆发 还是崩溃 你可以去看顺差 看外贸顺差 这个是最直接的证据 在我们当时在2006年初 2006年初你去列数据会发现 2005年中国的顺差 1020亿 比之前 2002,2003,2004年的 200多亿300多亿 有一个大的爆发 一下增加了700多亿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事其实不是一个平常的事 你从这么一个小数据 可以分析出来 中国以自身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 已经可以独立应对 出口换汇 购买原材料和关键技术设备的 这么一个重担 在之前 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 不是太高 而且每年的外贸顺差也不是太高 因为中国需要花很多外汇 去购买技术 购买设备 购买原材料 也要靠外资带来的 加工贸易的这些商业 去赚取稀缺的外汇 那么这个战略在2005年 我们已经可以宣告 不需要依靠 以外资的加工贸易为主了 可以依靠内资的 叫做一般贸易为主 依靠自身的力量 实现外汇资金的正循环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我们可以按照逻辑分析框架来看 外汇储备 外贸顺差 要崩溃还是要爆发 关键因素在于 中国自己的工业力量 这也就是工业党的本意 你的工业做得好 你的发展就会好 当然 余神小舟中庆 他也是个工业党 他只是说 他认同这一点 他只是对中国的工业不看好 说中国的工业发展不好 那么我们这里看 关键因素是工业力量 那么主要的逻辑是 这是我总结组业逻辑 中国工业和外贸战略 完成了历史使命 自身足够壮大了 在2005年就是可以看出来的 要爆发 这是我确实在2006年的 中国的官办经济这篇文章里边 把这段写出来了 之前中庆的文章里头说的 WTO向外资产业开放 外资没要好 小心要逃走 以及中国内部 也很多不好好干实业 资金涌上房地产 这些因素确实存在 但是它叫是非关键的因素 不会影响你总体的发展 所以我们看这张图 是中国的外汇储备 贸易顺差 是贸易顺差的发展 贸易顺差 你看这个图 2006年确实是爆发了 但是这只是爆发的开始 1000亿美元 不算什么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这个贸易顺差爆发到了 6000亿美元 这个在2005年你是可以预测出来的 因为中国已经可以自身的工业力量爆发到这个程度了 你就可以到全世界去攻城掠地 1000亿美元只是开始 你可以搞到6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 当然这可能多了也不好 多了也要控制 所以后面外贸顺差也会往下降 有时候甚至说4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了 这个再说 但是你当时在2005年说中国外汇储备要雪崩 那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作为一个工业党人 休养不足 所以这是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 要抓住关键因素和主要逻辑 我这里再讲一个案例 就是我在观察者网发过一篇文章 就是分析中国的空调使用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很有意思 这张图最大的圆圈是China 是中国的空调渗透力是60% 它的圆圈的大小就是市场规模的大小 就是中国买空调的人非常的多 你看这一堆国家 在左下角一堆小点 这些国家比如说土耳其 泰国 阿根廷 巴西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 我是2016年的文章 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是比中国要高的 而且都是一些热带国家 热带国家肯定比中国热多了 但是他们的空调渗透力只有20% 30% 比中国要低很多 你说这些国家 他们的人难道不想用空调吗 他肯定也想用空调 他为什么比中国人均GDP高 他又用不起呢 你可以从里边就推出来了 因为中国呢 虽然人均GDP不险山不漏水 但是我们的制造业非常发展 我们的空调制造业 已经是在全球是属于绝对领先的 而且中国更厉害的是 我们的电力 电网非常厉害 这么多人一起用空调 那电网居然不崩溃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 因为空调和一般的不一样 空调一天用电 那是一大个房间都得变冷 一个冰箱就是一个小空间的事 空调不行 一个发展中国家 是绝对搞不定空调这个事的 中国却能够把空调搞定 这就说明 中国的人均GDP这种表面数据 不能说明真实生活水平 我们要对这些 基于人均GDP的分析 也不能盲信 还是要看到具体的一些 家用电器的使用情况 我们再看第四个 我认为工业党思维的基础 就是 这里头我这个 就是说要持续地学习 因为什么呢 我们看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分析能力很强 看问题水平就高啊 这个不是 看问题的水平是由信息决定的 你信息都不足 你再能分析也没用 所以说信息决定眼界 有的一些事情呢 它不是说你能不能看到信息 看到信息要有够一定级别才能看到的 甚至于很多国家要搞间谍 去收集信息 都是因为信息太重要了 有了信息 你分析能力不错 这也是个好事 但分析能力是低于信息的 我们不是说要去搞间谍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平常有很多常识啊 其实是普通人不知道 很多领域的常识啊 说出来是常识 但是令人震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是一些理工科的专业常识的话 这个一般人也很难学会 所以需要专家出来普及常识 大家去学习专家的 用大众语言说出来的这些常识 这是一种学习 另外一种学习呢 就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呢 它有很多名词数据啊 你看上去你以为理解了 但其实是不懂的 如果需要去理解的话 要结合新出来的各种数据 不断地去理解 不断神话 比如说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做GDP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说 GDP各种数据都听惯了 但是能理解的没有多少啊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很热门了 因为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 成为第二 现在差不多接近美国的百分之六七十 百分之七十 什么时候超过美国 这个都在预测 但是你如果再想深一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GDP概念没这么简单 我这里提出了一个观察 比如说中国的 2016年中国水泥用量是20多亿吨 是美国的三十倍 房地产销售额 比如说卖的房子面积超过美国的十倍 但是你去看两国的GDP列表 中国的房地产GDP呢 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其实还有很多人说 中国的GDP全是房地产弄出来的 但你去查数据 中国房地产GDP却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这个呢 里头有很深的原因 但我这里时间不过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如果大家 或者说我们工业党呢 想去观察到了这种 比较可疑的东西 去深入地研究学习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说要不断学习 不断地收集理解各种信息 这是我认为工业党思维的四个基础 那下面呢 我再说一下 工业党修养除了好的 还有这些不好的缺陷 比如说 工业党呢 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业余 大家都是有本职工作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搞人工智能的人 我上次来观学院 我是讲阿法狗和人工智能的 所以我当工业党写文 写经济相关的文章呢 是出于业余兴趣的 所以呢 你出于业余兴趣的 就和专业的这个人士 肯定不一样 你写作啊 就有时候很随意 写作不规范 我这儿不是刚才说 我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吗 这个 因为写作不规范 我这里边语文犯的错误太多了 所以国家出版总署的人 给里边查出了20多个错误 然后就罚了出版社39个书号 这个价值100多万 所以因为我写作不规范 所以这个出版社受到了很大损失 当然这个编辑也是要把这些错误查出来 但是呢你看我左下角这个东方学刊呢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演讲呢 要写成一个讲稿 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 要发在这个东方学刊上面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工业党写 要规范化 虽然之前写作不规范化 但是我们努力写得规范一些 这是一个缺陷 就是不规范业余 另外一个缺陷呢就是 我们对 因为是搞理工科的比较多 你可能从事这个研发 从事这个写代码 或者从事工业的一些 跟人的接触不是太多 或者说你去 对一些社会的现象 比较从这个学习的角度去出发 缺少想象力 比如说你可以说你去建设一个工程 你可以想象得了 但是你怎么把一个钻石 一个挖出来的钻石 变成一个大产业 这个工业党就没有什么想象力了 那个钻石那个产业 它到底为什么能卖成那么大 变成那么大个产业 这个工业党很难理解 它其实是需要一些想象力的 需要一些经济想象力的 还有就是 我们工业党写出来的文章啊 文艺表现力不过 这说什么意思呢 我这第二张图是一个 叫网络小说 叫《工业霸主》 这是一个正经的工业党小说 它里边说的就是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 有一个人穿越回去了 怎么去把中国的工业 通过他这个穿越人士的操作 给他发展到非常非常好 这个作者是 齐承是我的朋友 他为什么写这个小说呢 据他自己说 是看了我写的《中国的观伴经济》 然后他受了启发写的 然后我还看了这个《工业霸主》 我说这个小说写得真好看 后面才认识的 但这种现象非常地罕见 就是说最近一个很流行的影片 叫做《流浪地球》 包括刘慈欣写的《三体》 这个我们工业党看来 都是非常符合 工业党价值观的文艺作品 但是呢 有多少作者 有多少工业党作者 能够写出 像《工业霸主》这种小说 或者是《流浪地球》拍出这种电影呢 还是需要更多的力量 文艺表现力不够 还是需要加强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工业党 我可以说 我现在一个女性的工业党都不认识 我们这个工业党呢 其实也凑在一起扎堆聊天的 是一个直男团体 当然里面有一些女性 在一起聊天 但是她们肯定不是工业党 我非常希望能够看见有一些女性呢 能够具备工业党的思维 但是现在非常缺少女性的贡献 所以呢 工业党的直男团体的缺点 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右下角这张图啊 说的是建国后的总和趋势 升级率趋势 这工业党好几个人呢 会很不满意 因为说是 人口的没有达到更替力 这个1.3啊1.1的 就是一个女性 一辈子只出生 1.1个小孩 或者1.3个小孩 1.6个小孩什么的 这个工业党非常不开心 在那批评 写文章批评 或者聊天批评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种批评呢 非常的没人性 因为她说的都是男的在说 这女的还没发话呢 是吧 女的都自己说自己生多少个小孩 那是有更大的话语权 男的说的都属于这个 比较没有感情的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说这叫直男 所以呢 还是应该有更多女性 对工业党做出贡献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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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